赛地亚万在球落地之前的一瞬间 感觉可能是要入境 但是再救起来已经来不及了 判断有些失误 赛地亚万刚才这个球呢 又有点压得太狠了 我们再来看 这应该也是一个平抽球 往下压的感觉太多了 两个人的配合又频频出现失误 这一段时间 两个人显得有点慌乱 这个球同样也是 没有分好到底是谁来 基多已经做出这个动作去抢了 就应该把这个球打完 把这个球回过去 上三分 15-19 16-19 好球 刚才赛地亚万的一个防守 还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看啊 这球给到低脚了 在地亚万呢 快速的跑过去 防守效果非常不错 19-17 还没有到局点 没防住 这回没有防住 股仅结合成文宏 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0-17 20-18 还有两个局点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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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可惜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男子双打这个项目 首先发过去球 接发球质量非常高 但是呢 刚才基多仍然采用这种 下蹲想要过往低一点的打法 所以能够看出来 男子双打在发球接发球 这个环节上的争夺是多么的激烈 可以说 一个球的成败就在这个 一个环节了 这个环节一做不好 那么主动或是被动 马上就会 形式就会显现出来 而一个组合一旦占据了 下压的主动形式 那么这一分基本上就能拿下来了 所以男双打 尤其是男子双打 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发球和接发球 来自拍摄来自拍摄来自拍摄 谢谢大家